大家好 很感恩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么美好的亲子课程 也很感恩自己参加了这次亲子课程的学习 在亲子课程当中我收获很多 那其中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对自己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原本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不错的家长 当时学完这个课程以后发现自己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我以前我是个很爱发脾气 一和孩子说话就是大哄大叫 不是骂就是不理他 孩子也不爱和我说话 也不和我聊天 我最需要改变 小队孩子唠叨 自己好好的困执着自己的脾气 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不要自我中心 我从原来的大吼大叫 唠叨妈妈变成了会和孩子们好好商量 并且制定界限的温柔妈妈 通过学习 自己的脾气又改变了 比以前好了一点 想要发火的时候呢 也会控制住情绪 以对孩子少了唠叨 从这个独裁型呢 一转变成全秉型 有爱有迹象 立这样的时候呢 是跟孩子一起商量做的决定 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子那么霸道了 觉得自己是父母 你必须要听从我们的 父母说了算 给孩子的压力很大 通过学习 使自己能够从这个独裁型 转变成全秉型 孩子他也很开心 也很乐意取守纪线 觉得妈妈 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子霸道 不讲理了 跟孩子的关系呢 也更亲密了 我其中学会了 爱的五种语言 给孩子拥抱 我和孩子关系 我们变得非常的亲密 我们会常常在一起拥抱 感觉特别的棒 鼓励 通过学习之后 我可能会更加的 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情 对他们的肯定 赞美 鼓励 平时要多抽出时间 和孩子好好相处 交流 善于发现 孩子们优秀的价值观 比如 善良 勇敢 勤劳 乐于助人等 要 及时的表扬孩子 平时多说一些鼓励和 赞美的话 孩子都喜欢听 放下自己作为 母亲的价值 要站在孩子的这个角度 去为他去多思考 也尊重他的想法 能够去更加的 聆听他内心的感受 我学习到 倾听很重要 我会放下手中的事情去 听我的孩子说话 适当的时候呢 会给予回应和鼓励 更多的赞美和肯定 我发现我的孩子 越来越有自信 妈妈通过亲子课程 教育 现在变得越来越好了 因为以前 爸爸妈妈都是先指责我们 都不先让我们话说好 但是最近都改变很多 因为 我们做错事的时候 爸爸妈妈先让我们说好 然后再想办法把我们改掉 要允许孩子犯错 把每一次错误 变成孩子成长的机会 俗话说 顾客是上帝呀 我家老大说我 对待客人很热情 现在对待他们 比对待客人还要好 真的很感恩能够从孩子们口中 有这样的称赞 感谢神 陪伴 从亲子课程开始 我每 我们每两个星期都会有一个 时间 把两张船店都搬到 一个大的地方去 然后一家人在上面 玩 还有 一起睡觉 孩子们很开心 感恩 周末的时候呢 尽可能的大孩子出去玩 一家人享受亲子时光 我们现在呢 有 家庭日 我们一周 可能一般会是在周末吧 我们尽量安排一家人 有一起的时间 不管是在家里面 还是去外面 或是一家人一起 我们都会 我们都会愿意为对方去做 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会陪他下棋 我不怎么喜欢下棋 他会陪我去走路 但是他喜欢跑步 我们家庭有固定的家庭日 周末的时候我们都会计划一起去哪里玩 或者是去吃什么东西 或者是一起做一些大家都喜欢的运动 我们的酒吧 营业时间已经回到从前 所以呢 我们上班的时间多 陪伴孩子的时间少了 但我们 都能尽量的挪拓时间 回家陪伴孩子们 以前爸爸妈妈 都忙着去上班 都没陪 都没陪伴着我嘛 可是现在爸爸妈妈都陪伴着我嘛 一起看电影 一起玩游戏 通过一对一的陪伴 真的是大大凑合我的想象 真的跟孩子的交流上面 从以前的没办法谈到现在 什么都可以谈 而且他自己会跟你聊很多 是我真的以前从来没想到过的 而且还可以这样心平即合 还可以谈得这么好 真的让我太惊讶了 然后让我很感动的是 他会 他自己会找我 有一次他自己找我就会 跟我们表达 他自己心中对 父母的这种感情 真的让我太惊讶了 礼物 我开始的今年呢 就在每个孩子生日的时候 都开始自己亲手做蛋糕 然后每个孩子的生日的那一天 在他们放学的时候 就会为他们预备很多的点心 让他们吃他们自己喜欢吃的零食 最近爸爸妈妈对我们很好 他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 就会把那个礼物当做惊喜送给我们 我们也很开心 在课程中学习到的 爱的五种语言 一对一的时间 言语的鼓励 肢体的接触 礼物 贴心的举动 通过对这五种语言的实践 实行使我受益非情 使我跟孩子们的亲子关系 越来越亲密 使家变得有爱又温暖 今后我更要做到 深教 众语言教 孩子是父母的复印件 只要父母做好版样 相信我们的孩子会变得 越来越优秀 希望自己在今后的大楼当中 更加的来亲近主 更加的来爱主 真的是以自己的生命来影响生命 能够家庭有固定的家庭祭堂 让我们一家都能来更加的来爱主 在以后的教养方向上 我希望更注重于课程当中 对信仰传承和价值观的教导上 以圣作者 带领孩子们读经 祷告 学习神的话语 来认识神 明白真理 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圣经上说 教养孩童 使他走单行的道 就算到老也不拼理 感恩 一切从自身做起 作为孩子们的好榜样 做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把孩子带到神的里面 我真的很希望 神的话语每天刻在他们心板上 到老都不偏离 也许可不是 靠近 正在证明 没有任何人的谈判 开心 鼓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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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